字幕 ihre 喂 你好 我是王力欧牧师 请说 牧师 牧师 我朋友想问 教会可以参与政治吗 牧师是蓝的 还是绿的 这个这个这个问题蛮敏感的 我们的家是比较偏蓝一点 但是所以从小就是听到比较蓝那一方面 但是后来长大之后 我蓝的绿的我其实两边都投过 总统选举立法选举 市长县市长立法委员 但我还记得我那时候第一次要投绿的时候 在许多年前第一次投绿的时候 在投票所我的手是发抖的 因为我感觉好像要干那个章嘛 我感觉好像我背叛了我的家族还是什么 但是这几年来两边都投过 我觉得两边都有让我觉得很开心 也让我想要打人的事情 但是有一次我朋友他这样子说我 他说对蓝的来讲你不够蓝 对绿的来讲你也不够绿 那你有跟别的牧者政治立场不一样过吗 有 Believe it or not 其实很多时候牧师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 喜欢讨论政治 那我发现到在台湾来讲 好像至少我的生活圈旁边的牧者 比较都是比较偏蓝一点 所以我为什么常常我朋友说 你对蓝的不够蓝 对绿的不够绿 因为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会感觉可能我跟他们想法很多的时候 是可能不太一样 但是我也可以了解他们在想这些东西 那之前因为同婚 他们会有一些比较一些政治的一些的理念 那个时候可能我会有些不太一样的一些政治的理念 但是我觉得每个牧者他们在想这些东西的时候 他们都是很信心的去想要去执行出他们觉得神的教导 所以我不会因为跟他们政治理念不一样会有起一些冲突 但是我常会问他们 我会问说为什么你会这样子想 为什么会这样子做 或是你会这样子说 为什么你会推这样的连署 为什么会做这些东西 不代表我会去做 但至少我想要去知道 如果你是美国公民 你会支持拜登还是川普 我觉得各有千秋 所以如果我是美国公民 我真的不知道我会偷水 我觉得这可能是那最后一刹那的那种感觉 我这样说好了 我比较喜欢川普一些的政策 但是我超级讨厌他这个人 就是我觉得我看到他 我是想跟他打起来的 就是这可以讲 可以啊反正川普也不会看啊 川普如果你在看的话 你有因为政治跟假朋友吵架过吗 我有因为政治跟朋友吵架 我想说没有 但是是真的有 我之前有朋友 他是超级支持川普的 我就跟他吵起来 那虽然他讲很多东西 我是 agree 但我跟他吵起来 我有一次跟我妹妹也吵起来 因为我妹妹 美国公民那时候 他想要投川普 然后我就想说 为什么你要投他 然后我就跟他吵起来 但是后来我也听了他一些观点 我觉得他说的是有些道理 所以我觉得在我们家里面 我们还蛮喜欢讨论政治的 吵起来一定会有 但是我没有因为政治 失去了任何的友谊过 我没有因为政治 失去了任何关系 跟家人关系 所以我们吵是归吵 我觉得吵是很好的 因为如果你不够passion 会去吵些东西 那可能你对这个本来的感觉 就比较没有嘛 那吵归吵 但是家人还是家人 朋友还是朋友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点 那你为了政治 做过最疯狂的行为 我做过最疯狂的 应该是我在还是学生的时候 我10月10号 是我们的国庆 我就跟我一个同学 然后我们就拿着中华民国的国庆 然后开车上山 然后把国庆插在 下那一个山上 然后我们两个就在那边 用我们的 用我们的车子 播中华民国的国歌 两个就站在那边 唱国歌 三明珠一 唱完国歌之后 我们就转向我们有第三个朋友 又有第三个朋友是 我们对面的同胞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感觉怎么样子的 他就一直笑 一直笑一直笑 他就觉得你们好白痴哦 对啊 所以 anyways 所以那大概是我做过最 最疯狂的事情 所以你是左派还是右派 我去做过政治的那个测验 然后他会告诉你是偏左偏右偏 那我后来做出来的结果 每次都是Libertarian 那Libertarian中文是 是自由意志主义 它跟自由主义不太一样 自由意志主义 Libertarianism的意思就是 我大部分都是希望 政府干涉越少越好 你要让人自己去做决定 你要让人自己去思考 然后让人自己为他们的决定 负上他们该负的责任 因为牧师你在乎政治吗 哼 非常在乎 我想过我人生 如果我不当牧师 我会有另外三个想去做的 第一个就是去 重政 就是去 不一定是要当 选 当个候选 但是可能在政府里面 做一些的政策 在幕僚或做什么 第二个就是当那个 architect 当建筑师 第三可能就是当一个entrepreneur 开公司 做重商 所以第一个最想要的 可能就是想要参与在政治里面 所以教会应不该参与在政治 这个问题跟基督徒 应不应该参与在政治 是两个不太一样的一个问题 基本上我会觉得 基督徒应该是要参与在政治的理念 但是教会本身 还是团体 一个unit 应不该去参与 我觉得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教会是充满着 很多不同政治理念 我知道 尤其有时候我们一些的牧者 我们的领袖 我们会海外大家的想法 其实跟我们一样 其实很多时候 听众姐妹跟我们的想法是很不一样 所以我们很难是以说 我以教会的名义 去发声 去说什么 因为教会的名义 我觉得是整个教会 是有很多不同的听众姐妹 我只是教会的牧师 不代表说 我的声音就是代表全教会的声音 所以常常我会在我这边 别人问说 我会说我的想法是什么 但是这不代表是 the hope 的想法 这不代表是 我们每个听众姐妹的想法 不代表他们每个都是这样想 但是我可以以我个人 我可以对这事情来发生 所以我会鼓励基督徒 可以参与在政治的里面 有一次有一群律法的教师 跟祭司长 他们来问耶稣一个问题 他们问耶稣说 你觉得我们应不应该去缴税 他们要问这个问题 是希望想要去trap Jesus 是想要去设一个陷阱 让祂跳进去 因为当时很多犹太人是觉得罗马政权 是一个腐败的政权 不属神的政权 是不应该去缴税的 如果耶稣他回来说不去缴税 他们就有理由 罗马政权就可以把他抓去关 或抓去钉死他 但是如果他回来说该缴税的话 那可能很多的犹太人 就之后就不会再跟随耶稣 所以他们问这个问题 是为了下一个陷阱给他 耶稣他回答的非常的奇妙 他说在那个硬币上的科项是谁 是在《路加福音》第20章里面 这个科项上面的是凯撒 属凯撒的给凯撒 属于属神的给神 他的意思就是凯撒是重要的 神也是重要的 凯撒有他存在的价值 神也是有他在我们生命中他的价值 这两个东西都重要 这两个东西其实是没有抵触 吸着凯撒代表的就是政权 它代表就是政府 政府跟神是不抵触的 政府不是要去反对神 神也不是要反对政治 凯撒他的政府 他的政权 他的能力是有限制的 他有些事情是他没有办法完成 有些东西只有神才可以去做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基督徒我们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希望 神可以去做的事情 把他交给凯撒去做 只有神可以做得到 我们让我们想要政府去帮我们做这件事情 所以只有神可以改变人的心意 但是我们却想要政府去立一些的法 去改变人的心意 但是政府在立多多的法 都没有办法去改变人里面的自私 人里面的自我中心 人里面的我自己做什么就好 神不可以告诉我什么 这都是没有办法用透过政治的律法 去改变这个东西 唯有神可以去改变 但是这也不代表说政府不应该去设立一些律法 来保护个人的权利 创造一个社会是彼此 大家可以共存 而且可以繁荣的 这是神给政府的一个权柄 所以基督徒一定要参与在这政治里面 我们一定要在这里面去发声 去讲一些东西 才可以带下一些属神的一些价值观在这里面 但是基督徒千万你要记得 当我们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不要为我们的信仰感到羞耻 不要为你的价值观感到羞耻 别人可能会说你的价值观太老套或怎么样 不要为这个感到羞耻 你放胆地说出你的价值观 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期待别人的价值观跟我们是一样 我们价值观是来自于我们跟神的关系 我们认识神自然而然我们就有这个价值观 我在认识神之前 我的价值观跟现在是很不一样的 如果你那个时候要把基督徒价值观丢到我身上的话 我才不要 我为什么要这样子 我要有自己的价值观 我是因为认识神 认识祂 我经历到祂 我知道祂是独一的真身 我知道祂在我生命中的价值 我知道祂拯救了我之后 我很容易的就打开我的心 说神啊 请你的价值观成为我的价值观 所以基督徒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的价值观 加在别人的身上 那我也想要鼓励我们基督徒 如果参与在政治里面 尽量不要成为一个单一一体的公民 我知道有些的东西对我们来讲是非常的重要 但是它很重要 不代表它是唯一重要的 它是只是很多事情里面最重要的那一 成为一个单一一体的公民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会被某些的政党给绑架 因为它只要丢出这个东西 我们就一定会要投这个 And so life is complicated 人生是非常的复杂 政治是非常复杂 治理是非常复杂 一个建造繁荣的社会繁荣国家 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东西 它不是只是一个议题就可以解决的 所以我们要stay informed 我们要去study不同的议题 我们不要只是因为一个人说整个 我们就说因为他做这个我就投他 No 我们要去看他做这个之后 他做了什么 了解这整个大画面之后 我们再去做一个决定 And so的基督徒们 我们也不要因为别人投票 投的跟我们不一样 就把别人当作是不爱神 或者是不亲近神 或是虚伪的基督 No 他们每一个人都会按照自己 觉得重要的事情去投票 有些事情你觉得很重要 不代表对那个人来讲很重要 在一个社会里面 我们本来就是需要不同的人 觉得不同的事情很重要 在不同的议题上发出 你觉得很重要的事情 And 最后我想要提醒我们基督徒 千万不要因为一个政治家 他是基督徒你就要投他 这是只有笨蛋才会做的事情 我是一位牧师 我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基督徒 我就给他当小组长 Right 如果我都不会因为一个人是基督徒 当我教会的小组长的话 我为什么要让一个人因为是基督徒 就当我的领导者 你要你要有见证 你要有证件 这两个东西都是我要去看的 我才可以去决定 你是不是值得我投你这一票 如果你是基督徒 你想要从政的话 Go at it 不要害怕 这世界你会在教会里面 跟在教会外面 都会有很多的声音来攻击你 Be brave Do the work of God 让我们继续的把神的果带到地上 让我们继续让人家 可以感受到神的果里面 是多么的自由 是多么的精彩 是多么的丰盛 嘿朋友们 如果今天这个影片对人来讲有帮助的话 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上面按赞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让我们知道这个影片是如何帮助到你 为你的朋友服务 把这个影片分享给你的好朋友 可以直接把连结传给他们 或者是在你的社群面 你的IG 你的Facebook上面 让你的朋友们都可以有机会看到这个影片 订阅这个频道 开启小铃铛 这样每次有新的影片 就会在第一时间就可以收得到 我们下次见